台鐵泰魯閣號2日發生嚴重出軌事故 造成50人死亡 200多人輕重傷的慘距 新車記錄器畫面曝光 好 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第八車 CCTV 從合成隧道 門在裡面出來 讓各位來看一下 司機員看到時間 一輛工程車導臥軌道上 司機只有7秒翻應時間 煞車不急直接撞上 不到一秒的時間 車頭再度撞上清水隧道口 好 可以失禮 我們輪車 重大傷亡誰最該負責 而衛福部這次又開出了捐款帳號 引發各界網友議論 這個錢到底該捐還是不捐 我們來聽聽民眾的看法 現在是政府嘛 政府要負取最大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責任不應該完全都是 給這個李逸祥這個人 就是那卡車那個 卡車那個司機啊 害死那麼多人 那個包商啊 應該工程車吧 工程車的那個負責人 那工程車就不是在政府啊 負責是道義上一點點啦 大部分是工程啦 台田那邊的還有那個工程人員他們那邊 因為看是 看簡直是那台車是不對的 掉下來 對 這次應該很明顯是那個審查復始啊 就是因為他不是說不能監任吧 但是最後他寫在工地上面還是一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自己有問題 他政府審查復始也有問題 對啊 捐去就不要想那麼多了 不然就不要捐啦 可能不會 我這次沒有捐款 我還蠻怕的 就是怕如果捐了 然後之後沒有用在耐心人身上 就覺得蠻可惜的 都沒有 短褲已經穿四五年好舊喔 我就沒有辦法捐了 對不起 我也好想捐 短褲已經穿四五年了 很可憐 我感覺很可憐 沒有人那麼可憐 我沒捐款 但是周遭的人蠻多的都有捐的 因為我本來 我本身還是學生 捐款喔 沒有呢 其實不會 就想說捐出去就是 幫助社會就這樣子 其實 一定都會 公開透明 但只是 你能不能接受這個錢被花到那個地方 但是如果你已經捐錢了 那就不要想說那錢會怎麼用 就是你 反正你就是 當做愛心 給這些受宅戶 因為這些事情我不太曉得 不過一般有 像有慈濟那些捐款的 我們都 每個月都有在捐這樣 對啊 最好是當面比較好 這次應該不太會想 有這個想法 因為畢竟 他們也是緊急做出這個措施 對 也是讓大家有一個 就是捐款的地方這樣子 有啊 這我們在問到那個 郵局裡面 他自動就會那個 那個他有那個 委婦部那個 賬號給你 聽人家分析都這樣 再聽人家分析看看吧 欸 我 有 會 是 是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